請訂閱我的頻道 馬祖師杯 大家好 網路的朋友問到說 我們修馬祖的聖道 馬祖的教員們六字 大名祖也是觀音教人們的 奧馬尼巴咪奉 另外還有其他的真言 例如 或是 在網路上另外提了兩種真言 顧問說 這兩種真言是不是馬祖的真言 來問顧問 這個問題也問得很好 在學一道來講 有八萬四千個法門 每個人的因緣不同 也就是說 你上輩子 有世人累世以來都有一些修行 都曾經有修過怎麼樣的法門 那這一輩子 你如果這一次到了 你以前修過的法門 這一次叫因緣 所以我們在修馬祖道的時候 馬祖有教我 隨順因緣 也就是說我們有緣寫道 那我們認起來很順口 也覺得修得不錯 當然我們又聽到新的一種真言 那如果他跟我們有緣的時候 那如果他跟我們有緣的時候 當我們一接觸就會感動我們的心 撼動我們的心 讓我們的心有所激動 我們自然就會去學習 既然會有一些高年或是一些長輩 長者來教我們 那是怎麼樣的真言 那就是你的音緣 學順音緣 那你就學吧 那因為顧問在學道當中 目前所接觸到的是 最普遍的觀音的法門 而馬祖在那一個時間 那個時段 就陸陸續續出現了很多人 來指導我 什麼叫 讓我了解這一段 真言 作言的意義 除無你而不然 我的心 我的意 像人花一樣 除無你而不然 所以我剛好那個學順音緣 那段時間都接觸到六次大明座 他的意義 他的歌 他的音 他所接觸到 我到這個時候看到了 就知道了 那比如說 最近我禮物到 為什麼要念阿彌陀佛 念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的聖號 那也是在馬子廟上面 我們的文化公園上面 面對馬子廟 背對聖像那個雕像 左手邊是阿彌陀佛 是佛 就是佛頭的一個像 那佛的像 你說阿彌陀佛 聖陀摩尼佛都可以 他就是一個佛 那這邊右手邊的是觀世音菩薩 那這是阿彌陀佛 這是南母觀世音菩薩 那在馬子石雕像前面 那我知道了 我們可以念南母阿彌陀佛 那個觀世音菩薩的聖號 因為我們拜馬子的可以念 這兩個可以念 那念阿彌陀佛的意義 是來修自己到西方基督世界 就自己的自修 自己的修行 那觀世音菩薩是來學習度眾生的精神 為眾生的福分 為眾生幫他離苦得樂的觀音的精神 那我們馬子就是有修行 自我的修行 有為他 立他的修行 所以自己要提升自己上求勝到下度眾生 那就是我們馬子的精神 那我們這一段時間就學到 那原來為什麼我們拜馬子的 會來練阿彌陀佛 會拜佛 我們也會練普門品經 我們經在練普門品 南母觀世音菩薩 原來我們馬子是佛跟觀世音 就是修自己 處理六道輪迴 成佛成菩薩 住修 上求勝到下度眾生 為別人離苦得樂 所以不求自己的安樂 但念眾生得幸福的菩薩心 那我們就學會了 馬子就這樣教我們 所以我們談到真言 有很多很多的真言 不管是密宗 佛教了很多的真言 那剛好我們接次的就是 恩馬倫巴弥奉 專制一個真言 一個座儀 而且它是大 非常大的一個座儀 很普遍 六字大名座 所以我們專修六字大名座 我們也修其他的真言不好 我們要隨身的音言 每個人的音言不同 聽到顧問講這一堂課 講這一段話 也是你的音言 不妨來念一下 恩馬倫巴弥奉 那我們的馬祖的聖歌裡面 也有六字真言 那我們也可以去唱 每天的念 然後我們可以打什麼 清淨見火的功華 念六字大名座 那就是我們的音言 我們修行六字大名座 那其他的真言 是不是也在念馬祖佛 顧問不曉得 因為我還沒有一個音言 去接次寫東西 顧問不是萬能 馬祖也沒有叫顧問 一定什麼都要寫 就希望我在這一段時間 專修一門 恩馬倫巴弥奉 阿彌陀佛 觀世音菩薩 我們一起修 目前我們的音言是如此 我們就是當聽話的小孩 當新的音言來的時候 我們來繼續寫新的課程 那目前顧問的回答是這樣 另外兩句 是不是馬祖的真言 顧問不曉得 因為目前我只修 恩馬倫巴弥奉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馬祖慈悲 如果你想說 我沒有想說 我沒有想說 任何人 我會不會 你 那 有 有 有 想說 那個洪水